哈喽大家好我是八无海之鱼 今天我在一个房子里面啊 哇哦 这谁啊 床上躺着这是谁啊 嗯 哈哈 这个脸是个智障吗 哦能跟他讲话耶 跟他讲讲看 爹地哦 哦我是他爸爸是吧 原来床上这个是我儿子 好了小猴子 睡觉的时间到咯 不 宝贝不要 嗯怎么了呢 这个新家让我感到很害怕 哦宝贝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这只是我们的新家 你会很快习惯这里的 不要担心 也许你是对的宝贝 宝贝你可以帮我拿下桌子上的杯子吗 我想喝完我的热巧克力 嗯好的儿子 我去啊 我感觉很奇怪啊 这个 这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让我这个爹这么服侍他 你是有病吗 哦 他好像真的有病耶 你一直在摇头是什么情况 你脖子有病啊 而且还不停地摇脚 你脚也有病啊 看我这儿子长这么大了 应该是有自理能力的吧 还有我帮你去拿杯子 你自己不会下床去拿的吗 真的是 他为什么一直 哦 我知道了 原来我这个儿子浑身都是病 他可能肌肉萎缩了 只能躺在床上 你们看他这个腿 那么细啊 这明显是肌肉萎缩呀 哎 没办法呀 生了个残疾儿子 也只能自己照顾他了 他唯一的乐趣 只有不停地甩头 浑身上下 只有脖子和脚能动啊 好 把笔给你拿杯子 好吧 那我先看一下这个房子的构造好了啊 这是个衣柜 哎 这什么 衣柜里面有东西哦 我已经提前看到柜子里面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哎 这个做的不严谨啊 柜子应该完全封住才对啊 这算不算剧透啊 好吧我当作什么都没看到啊 按照剧情来讲啊 这个是新家 是刚搬进来的是吧 这是窗户的外面啊 哇 到时候会不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啊 这哦 这不是杯子 这是泡面吧 哎 你到时候不还要吃夜宵吧 到时候还要把泡面给你啊 哦 这里有杯子 找到了 OK 来来来来 给你给你喝 喝热巧克力 大晚上的喝热巧克力啊 谢谢咋比 所以我们现在要哄这个智障啊 儿子睡觉是吧 嗯 正麻烦的 敲晕不直接睡了呀 爸比 你忘记关灯了 可以帮我关一下灯吗 哦 当然可以 儿子啊 啊 帮儿子关灯 灯在这 关灯 哦 气氛瞬间来了 嘿嘿的啊 现在关灯了啊 可以睡觉了吧 嘿嘿嘿 你是最棒的爸比 关个灯 就是最棒的爸比了 那你拉屎 我给你擦屁股 我是不是全世界最棒的爸比呢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啊 可以睡觉了吧 哎呦 还能叫躺啊 我觉得是时候睡觉了呀 我 我觉得可以走了 你还不能走吗 我这儿子有病哎 你看他大晚上的躺在床上晃头啊 好圣人啊 宝贝 干什么 你可以帮我拉一下窗帘吗 我感觉有点害怕 嗯 为什么会害怕呢 因为在我睡觉的时候 我感觉好像被谁一直盯着看 被盯着看 谁啊 好像我是一只很大的怪物 也还有尖尖的爪子 哦宝贝 我敢保证什么也没有 这可能只是一棵树 那我还是帮你拉上窗帘吧 你看看 长这么大了 连一棵树都怕 还把它换成是一个怪物 多没用啊 你看 他可能连树都不知道是什么 你看看 那有什么怪物啊 这分明都是树啊 儿子你记住啊 这种东西叫树 拉上窗帘 好 不害怕了吧 可以乖乖睡觉了 儿子哦 窗帘拉上了哦 谢谢宝贝 好啦 可以睡觉了啊 还可以讲话呀 还有什么话可以讲啊 难道我还要给他讲睡前故事吗 宝贝在吗 在 你可以帮我最后一件事吗 哦 当然可以哦 可以帮我 想开音乐盒吗 我想天长音乐入睡 哦 当然可以了 音乐盒是哪个 哦 不会是这个吧 哎 就在旁边 哎 你伸个手也行啊 哦 我忘记了 你的手 也是动不了的 好了 宝贝给你打开了哟 哇 你看 我儿子多快乐呀 听着音乐 摇着头 看他的样子 真的好开心啊 我已经帮你 所有能做的都做了 现在可以睡觉了吧 谢谢宝贝 哦 no problem 不要客气哦 怎么还能讲话呀 到底还有什么话可以讲 不会真的要我 给他讲睡前故事吧 你感觉好些了吗 该睡觉了哦 好的宝贝 需要我帮你 再检查一下床底吗 啊 什么 检查床底啊 不是吧 这个宝贝也太宠儿子了吧 知道儿子害怕这儿害怕那儿的 还给他检查床底 不用了宝贝 我很好 好吧 那我帮你检查一下衣柜 啊 什么 检查衣柜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知道衣柜里有东西的啊 你们看 儿子很无语哦 不知道说什么话了 呃 不 儿子不让我看衣柜哦 你不让我看 我偏要看 哈哈 我倒要看看 你衣柜里面有什么东西 不要担心啊宝贝 宝贝看一下就好 啊 儿子又开始无语了 我偏要看看 嘿嘿嘿 哦 这个衣柜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知道里面有东西的啊 现在终于可以打开衣柜了吗 打开衣柜看一下 啊 宝贝 啊 这么回事啊 那床上那个是谁啊 宝贝 你在这里干什么 这不可能 宝贝 你在和谁讲话呢 哇哇哇哇 你不是我真正的儿子 你谁 胖 别养子了 这是你的生生吗 λέ 耶耶耶耶